随着开于渔船陆续归港 珠海市场迎来了一大波生猛海鲜 在斗门的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 种类丰富的平量正海鲜到货 珠海的市民游客又可以大饱口福了 上午9点 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卸货区 停放了上百台装卸货物的车辆 商户们正在对刚刚到货的海鲜 进行分检装箱 记者在现场看到 皮皮虾 兰花蟹 红须 海螺等各色海鲜 应有尽有 市场外人声鼎沸 市场里各摊委负责人忙着整理货物 分类摆放 准备迎接顾客的到来 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是华南地区大型水产品交易中心之一 随着港车北上 澳车北上政策相继落地 以及深中通道开通 该市场的客流量有显著增长 车流量 人流量有明显的增长 厂内的这个商户日营业额实现了翻倍增长 现在我们市场的这个海鲜的话的货源充足 建议大家的错峰出行 减少这个拥度 周海大报道